他们曾是体育养上的冠军 他们曾是万众瞩目的英雄 退出体战后 他们面临着怎样的现实挑战 他们能否克服障碍 再创生命的辉煌 2010年12月13日至12月24日 人物栏目隆重奉献 十级大型纪录片 冠军的新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样游泳运动员》 曾经发誓再也不会走进游泳池 当退役的这一天终于来临 陶红才发现 离开游泳池 他什么也干不了 非常迷茫 我没有想要下队了 集体下队了 我其实全队小孩都很迷茫 1990年亚运会 在北京举行 在这场局势瞩目的盛会里 陶红却成为了最失落的一个人 为了承办亚运会 每四年一届的全国运动会被延迟了两年才举行 陶红在整整六年的时间里 没有参加过一次大型比赛 六年时光 几乎就意味着一个人运动生命的终结 退役的这一年 陶红21岁 正是花样游泳运动员的黄金年龄 我其实是在我体育生涯 应该说最高峰的时候退役的 但是为什么要退 是因为我们也想培养下面一波小孩 如果我们还练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一直保持那个成绩 但是小孩什么时候能上来呢 然后你会想到下一届全运会是四年以后 我们要在四年之内把他们培养上来 就必须给他们比赛机会 这个时候队里面就会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当时就是申请下队的 在最辉煌的时刻退下来 再也不是被对里宠爱的技术尖子 自己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陶红每时每刻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像我那个时候就整天躺了 怎么办呢 哎呀 能不能改找人结婚算了 嫁人算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对女孩 碰做点事 那你嫁给我哥吧 都纯呢 你想想想要小孩 你家里我哥就这事解决了 你知道吗 或者是比如说是 一二三四三小过来 然后比如说 在花样游泳队 陶红很早就开始参与节目的编排工作 所有的人都认为 退役之后 陶红会顺理成章地留下来 做一名教练 陶红呢 他特别是在编排上 我觉得他灵感特别多 他经常会出一些 就是很好的动作 在水里头出现 出一些很好的动作 他们有时候会编动的 就想不出来 就说陶红过来过来 来编两个乐器 我就哈哈做一个 做一个 这个好 你们都学这个 就这个 好你去吧 就把我红一边的 其实我也不参加比赛 但是我天生就是这种 喜欢 喜欢这种创造性的工作 退役后 继续从事和花样游泳相关的行业 陶红的大多数队友 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然而 十年封闭的训练环境 让陶红再也不愿从事一份 仍然面对游泳池的工作 我练十年了 我觉得我对花样游泳 实在是太了解了 已经没有任何神秘感了 可我对外面的世界 充满了好奇 我们那时候 我就说那种氛围 就是连男的 都不让看一眼的那种氛围 就是太封闭了 我每次要想 从那夹层里面 去楼下那个厕所 都要跟教练请假 到这种程度 教练我要上个厕所 就行吗 你想封闭到什么程度 运动员时期 那种不断突破 自我身体极限的本能 让陶红产生了一种 强烈的愿望 他想知道 自己是不是可以干一些 和游泳截然不同的职业 其实是对自己感到好奇 我觉得是 我想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对外面是怎么样 我倒没有那么多好奇心 因为我好像从小 就老跟着北京队 各国家队出国 倒不一定比我的同龄人 见识少 见识上不一定少 就在这个时候 陶红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一个机会出现了 1993年8月 姜文开始筹拍 她的第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 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这部电影中 女主角的标准是 游泳好 身材发育的像白种女人 于是姜文来到北京市花样游泳队挑选演员 这正是陶红所在的游泳队 他们一到用时就傻了 一看我们戴用帽 戴水劲 再戴一笔家 什么都看不见 全场一样 这怎么看 等到我们骑水了以后 洗完澡 在那看技术录像 然后教练就说 外头有几个选演员的什么的 你们谁愿意去 他们说不愿意去 然后就接着看 我们教练走了 一会儿教练说 不行 那陶红 你跟那谁去看一眼 负责挑选演员的人 并没有选上陶红 因为她的身材和女主角的标准 实在相差太远了 他们是先看着 我们对另外一女孩了 那女孩比我高 比我身材好 然后比我胖一些 他们不当然找的是米兰吗 所以他们对于我 这种身材不大感兴趣 就在这时 一个人的出现 几乎改变了陶红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姜文 陶红的笑容 给姜文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觉得我笑起来很好玩的 然后就留了一电话 然后就走过她 然后就打电话 跟我说要让我去剧组看一眼 到了剧组以后 陶红才知道 姜文并非让她来演于主角 而是希望她出演电影中的女二号 她说没让你看这个 让你演另外一个 我还挺不乐意的 因为那个女孩出场是这么形容的 说从月亮门里拐出了一个 长着狐狸脸的女孩 特别不高兴 我说长得像狐狸吗 像啊 一步子里说像像像 我哪长得像狐狸了 还没有想好自己出路的陶红 奔着闲来无事去玩玩的心态 进了姜文的剧组 阳光灿烂的日子 讲述了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的孩子 在一个夏天里度过的青春时光 从没有过演戏经验的陶红 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陶红 饰演的于北贝 个性开放 整天跟一帮男孩子混在一起 甚至要当众亲吻马小军 然而 从小就生活在运动队里的陶红 和男孩子几乎没有接触过 有男孩看我们 我们教练都很怒目而视 生怕出点什么事 没法跟我们家长交代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他们都是坏人 他们都是坏人 不能跟他们的接触 你好 没有跟男孩接触的经历 陶红只好照着自己想象中 人物的体验去演 约会怕什么点 我不是上这约会来了吗 这是谁啊 他 我基本上没有异性的感觉 就是基本上哥们 所以他跟那个于北贝 倒挺像的 我要是一个可能那种 情斗初开的那种 那种感情上比较浪漫 幻想多的女孩 可能就不演成这样 演戏的经验不足 这让陶红明显感觉到了 自己和其他演员的差距 一个大众电影的摄影师 他就会对我说 你跟人家宁静比起来 你镜头感太差 我就会说 什么是镜头感 他说那摄影机在那 你老给摄影机脑袍勺 你像人家宁静 就会把脸给过去 可是那样就不自然了 我说那不是真的了 真的说不往哪看 他说所以你没镜头感 我说第一次知道了 什么叫镜头感 当时的陶红是一名全国冠军 但是在演戏方面 他却远远比度上 那时还并不出名的小演员 回来 我让你别打了 好 我有点郁闷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我觉得人家 要做到心里有底的时候 你就会很自信 很自在 就是你就不知道 你身边人都在干什么 你也就对自己干的事 有点怀疑 就是自信少 自在是没有 所以那时候有点郁闷 阳光灿烂的日子 从夏天拍到了冬天 所有的演员 都要在冰黑雪地里 穿着夏天的衣服演戏 这个时候 陶红才知道 做演员 和当花样游泳运动员一样 都需要在最痛苦的时候 保持微笑 要拍有一场戏 就是跑那展览馆门口去拍婆子 穿着裙子 那种塑料凉鞋 那时候满地都是冰 去第一件事 先把地上冰铲掉 然后一张嘴就哈气 然后就开始喝冰汽水 吃冰棍 为了嘴里 别一张嘴就有哈气 然后动着脚踩的塑料鞋上 都觉得塑料鞋拉脚 那就是第一次拍戏 拍戏居然是这样的 穿着那个小裙子 冻死了都快 还要假装特自拍 我觉得这跟我以前练体育 还是有好处的 因为花儿游泳就是 你再苦再累再憋 你都要表现得很好 笑容 好像很舒服 很自在 在这里就用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 陶红成了小有名气的演员 她开始接到一些剧本的邀约 甚至有了出演女主角的体会 这对陶红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人家就会对我说 你将来不能老演这种女配角什么的 要不然你就永远不能翻身什么的 她会对我说这种话 你要争取演女一号 陶红非常清楚自己和专业演员的差距 运动员时期那种争强好胜的性情 让她想要拼命去弥补自己的不足 就这样 陶红确定了自己转型的方向 她要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员 我在这个戏里面找到了愉快的东西 和愉悦的东西 通过这个戏 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专门干这个的学校 还有中央戏剧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所以就因为认识了这群人 因为拍了这个戏 后来才知道要考这样的学校去 陶红给自己确立的目标是中央戏剧学院 陶红11岁就进入专业运动队 21岁退役时 她的文化程度只是中专水平 她那个中专学的什么呢 什么运动医学 运动营养 运动解剖 就这些东西 体学 学的都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我忽然考一个普通大学 对我来讲实在有点难度 陶红要想考上中系这样的学校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花样游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可怕 当陶红找到了方向 决定去中系上大学 要离开游泳池的时候 她才发现自己心里的不舍 就尽管说我们好像怎么憎恶这游泳池 憎恶等等 但是心里面对这个 这那么长时间的岁月 我们青春岁月 少年岁月 有一种割舍不了的那种情感 还是有的 在陶红退役的那段时间 另一个团队也同样面临着 集散的命运 这个团队就是小虎队 当时特别喜欢有一首歌叫《放心去飞》 因为马上全员会比完了 就都不知道都上哪了 都不练了 所以他们就看着《放心去飞》的唱的 唱的痛哭流涕 告别了自己相处十年的游泳池 陶红进入一所中学补习 我们班的同学就看着我很奇怪 说你现在才来 我说怎么了 我们都该移磨了 我们都不知道移磨是什么 那就跟你一块磨呗 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分两个部分 文化科考试和面试 陶红抽到的面试题目是朗诵 有过一次演戏的经历 陶红应对这样的考试还是比较轻松的 陶红像准备比赛一样的去准备高考 他把每天的学习都当做了日常训练 这种方法让他的文化课进步很大 我就每天回去就开始背书 背背背背 然后到了十一点 一放笔睡觉 第二天早上五点起床 坐公共骑车去上学 就幸亏我以前练体育的 生活很规律 然后很快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很规律的生活 就每天在那上课 经过近半年的补习 1994年 陶红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想到上了一个学校 这么的如意得水 我觉得我的优点就是 我这个人创造力挺好的 想象力挺丰富的 所以到那个学校 我赶上那个老师 也跟别的年纪的老师不一样 他对我们班的态度 就是希望我们是一个实验班 就是给我们一个大方向 看我们自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希望也是开发我们的创造力 就特别适合我 陶红在中系上学的时候 中国还没有运动员转型成为演员的先例 传统观念甚至认为 好演员都是天生的 陶红想要通过后天的努力 转型成演员是不太可能的 陶红并没有被这些质疑所说的 事实上陶红甚至不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 他在花样游泳队的时候 福利特别差 甚至有教练劝他放弃训练 我天生福利差 花样游泳是一个多么需要福利好的一个职业 他接手我以后 对我说陶红你别练了 说你这个太费劲了 人家用一分的劲 你得用十分的劲 那时候我练了六年多了 我教练六年多了 我就这么放了吗 不可能的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中系的四年时光里 陶红也是憋着这样一股劲儿去努力学习的 作为一名运动员 要想拿到好成绩 就必须经过反复的训练 这种模式在陶红的身上 已经存在了十年之久 但表演却是一门需要创造力的艺术 在很多人看来 陶红根本不具备表演所需要的创造力 幸运的是 陶红的运动项目并非单纯的竞技体育 花样游泳在当时 也是一种被称为水上疤累的艺术 首先出场的是北京队的陶红 他的动作特点是表现力强 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比较强 我的单人都比别人优美 比别人流畅 因为我舞蹈感觉好 音乐感觉好 能弥补很多 就是我本身 人家那个特别有劲 我就可以弥补很多这个 就给人印象深刻 你从来就不管家 我怎么不管家了 你管 你管了何屁 你可把嘴放干净点 还都给你学坏了 花样游泳带给陶红的艺术熏陶 让他成为了中系历史上 第一个获得一百分的学生 然后我就在那个学校里玩得特高兴 真的这个四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四年 玩嗨了 觉得到了期末的时候 有十个作业要汇报 这里面有七个作业是我的 我忙不过来 然后到处去求人 说你帮我演一个吧 你帮我演一个吧 我那实在跑不过来了 到这种程度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头红接到了一部电影《女主角的角色》 这部电影叫做《黑眼睛》 讲述的是一名盲人运动员的故事 一个是他们之所以能选我 是因为我本身练体育把那个气质相近 他们不用找一个人来培养他的气质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有我十年体育经历 我对一个玩得是不是盲人 就是一个运动员 他的那个对于得奖啊比赛啊 就是那种心态特别了解 我荣幸的宣布 中国电影金鸡奖 这一家女主角奖 她是《黑眼睛》中是丁丽华的桃红 我觉得这个巅不巅峰是看别人对你的态度 就是别人会认为你这个是怎么样 但我个人不会这么想 我现在我认为我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不会认为什么是巅峰 也许巅峰在未来 你让我父王做什么 他找你惹你了 是不是 我琉璃也惹了你了 你爸我也要置于死地啊 现在提起桃红 很少还有人记得 他曾经是一名运动员 然而运动员留给他的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仍然在影响着他的演艺事业 拍戏的过程中 我也是这种团队精神特强 我就是永远是 比如说我坐在那儿没我的戏 很多人就 很多演员自己演完自己戏就走了 我就会说 这个剧本里面这条线不对 这条线不对 会儿我再看 我说这个演员这场戏不达对 应该他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好像各个部门都是一个集体 桃红是中国第一代花样游泳运动员 1983年他进入北京花样游泳队 1992年获得世界杯花样游泳大赛的集体第五名 这是当时中国队取得的最好成绩 一直到2007年才被新一代运动员打破 体育就是一个不停的跟自己那儿斗争的一个过程 跟你的机体 跟你的能力 跟你的就是你所谓的极限挑战的过程 那你就让他霸占着你的闺女 还让我给他净查是怎么着 简直是七尺大乳 这年头谁腰里不别敢硬家伙呀 有枪 他能吓唬谁 他俩这段应该再破碎点 然后俩人都是那种光说不打 光说不打 但是把他连绣子那种 桃红从运动员转型已经过去了整整16年 而最让他难以忘记的 是被队友们高高拖出水面时 听到的惊叹和掌声 他深指自己的一切成就 都源自于这一方浅蓝色的游泳池 他曾经身经百战 在风云变幻的赛场屡见奇功 他曾经国外执教 在高手如临的球队运筹为握 他心系祖国 立志让家乡的排球事业 再攀高峰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人物一幕 排球教练 李铁明